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在城市的上空 经过了刚才奇妙的冥想 此时我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 只觉神清莫名 看哪儿都舒服 身体内好像流淌着一股莫名的力量 低头看 下面是临次至比的街道 车水马龙 现代化都市的喧嚣 即便我此时身在半空 也能明显地感受得到 而放眼望去 这城市上空却又笼罩着 一层灰蒙蒙的雾气 在空中飘飘荡荡 看着有些怪异 而谢智 似乎不愿意接近那片雾气 远远地飞在半空 我心中一动 便问南宫飞燕 这就是传说中的妖气吧 最近我总觉得不对 这城市里面 最近似乎有很多的怪事 你说 这会不会就是不祥之兆 南宫飞燕笑得弯了腰 说 什么妖气呀 这就是城市上空 悬浮的颗粒物 俗称雾霾 属于环境污染 不过这还是轻度的 要是严重的 你都看不见下面的街道 我无语了 看来自己现在 是有点过于敏感了 于是南宫飞燕继续带路 谢智君带着我 随之俯冲直下 向城市中飞去 当我们降落在地面时 却是在一栋高楼的后面 看着似乎有点眼熟 我问南宫飞燕 这是什么地方 南宫飞燕神秘一笑 对我说 昆城大厦 真是个聪明的小狐狸 我对他眨了眨眼睛 对谢智君说 那个害人的恶鬼 就在这里 要不 我们先去把他收拾来 然后再回去 谢智一听 害人的恶鬼 顿时就换上了一副胸像 我一看有门 忙当前带路 说道 你们跟我来 我知道恶鬼在哪 于是我就带着一个狐狸精 一个谢智神兽 走进了昆城大厦的大门 一进大堂 上次那个保安居然还在 一见我带来个美女进来 赶忙跑过来 一个立正 然后啪的就是一个敬礼 哎哟 这是太阳打哪边升起来的 我正纳闷呢 那保安已经跑去给我们叫电梯了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 他站在电梯门口 又是一个立正说 先生请 我们柯总说了 以后看到您 就像看到他一样 他随时都在上面 恭候您的大驾 这倒是有点意思啊 看来这个柯昆城 还是真下了命令 我笑着看了看南宫飞燕 刚好电梯来了 于是我们一起走了进去 不过 进了一回头我就愣了 谢志军呢 记得刚才明明在我们身后 怎么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我一愣神的功夫 电梯门就缓缓关上了 我正打算跑出去找谢志 忽然就进电梯门口 钻进了一缕烟雾 刚好啊 赶在电梯门完全关闭之前 进来了 随即 谢志军的大脑袋 在雾气中显露了出来 我不禁有点好笑 这才放了心 上前 按了楼层 电梯便徐徐升级 很快就到了七层 柯昆城的办公室门前 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这感觉就跟带人去打架子的 既不知道对方到底在不在 也不知道究竟能不能打得过 打完之后又怎么样 着实是有点忐忑 伸手敲了几下门 屋子里并没有人回应 我有些纳闷 于是用力敲了几下 却还是没人吭声 我暗想不好 柯昆城别是出了什么事吧 我用力的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我带头冲了进去 这办公室里依然如之前一般 阴暗 诡异 所不同的是 四面的墙壁上到处都挂着钟表 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足有上百个 但是柯昆城却并不在办公室里 我有些奇怪 之前他明明说过会在这里等我 刚才那个保安也说了 他随时都会恭候我的大驾 怎么此时他却不在这里 我站在那里 明神观察着 心想莫不是恶鬼察觉到了收拾他的人来了 便藏匿了起来 但刚才办公室的门是反锁着的 这说明柯昆城之前一定在这里面 不大可能通过门口逃走 再看看窗户 也是关闭得紧紧的 不过这办公室里却给我一种怪异的感觉 说不清的是为什么 但是就是觉得 似乎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我疑惑地走到那张办公桌前 只见那张椅子上空荡荡的 在椅子背后的墙上 也挂满了钟表 看来他倒是听我的话 可是他 忽然 我很快就发觉了那怪异感觉的来源 原来就在我眼前的办公桌上 那个诡异的红木雕像 我顿时头皮发麻 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这红木雕像 我想起来了 前一日 我从这里取走了这东西 本来是想带给福元斋主看一看的 但是下车的时候 我居然把他望得一干二净 对 一定就是那个时候 我把他遗忘在车里了 可是现在 他怎么又回来了 我想那司机应该不可能知道这东西的来历吧 难道他是自己回来的 我正思索着 谢志在后面忽然一声叫 竟献出本相冲了过来 一脚把那个红木雕像顶翻在地 随即 独角死死地抵住了红木雕像 他更是呲牙咧嘴地露出了一副凶像 似乎跟那雕像有仇一般 我一见恶然 难道那地狱恶鬼 已经藏身在了这雕像之中了 刚想到这里 忽然间谢志独角 电光闪烁 在那红木雕像上一阵乱窜 下一刻 只听那红木雕像中 一声惨嚎竟急速地冲出一道黑影 在半空中一阵抽搐挣扎 就像被高压电击了死他 随即啪的一声掉落在地 就见那黑影如同一道烟雾 渐渐的凝成人形 趴在地上苟延残喘 周身黑曲曲的 衣服残破不堪 面目漆黑 争獰扭曲 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这一形象 就跟刚刚从火灾现场 逃出来似的 不过这人虽然已经面目大片 如厉鬼一般 我却一眼还是认出来了 这就是柯昆诚 谢志独角依然抵着他 时不时地发出电光 柯昆诚就是一阵哆嗦 我拍拍谢志说 好了好了 谢志老兄果然非常厉害 不过我现在有些话要问他 也可以叫审判 好不好 谢志听了 这才收起独角 抬起头来 狠狠地瞪了柯昆诚一眼 顺便还踢了他一脚 谢志放开了柯昆诚 他的身形渐渐地又起了变化 慢慢地恢复成了原来的模样 但被大火 撩烧过的痕迹 还很明显 半晌之后 他才挣扎着爬了起来 靠在墙角 整个人都跟傻了似的呆呆地看着我 我皱了皱眉 上前问道 柯老板 为何弄成这般模样 他整个人跟傻了似的呆呆地看着我 我又大声地说了一遍 柯昆诚 你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他整个人跟傻了似的呆呆地看着我 我不由得纳闷了 这人难道魂魄已经不在体内了吗 怎么呆成这个样子 南宫飞燕也在旁边看了半天 此时也走了过来 低头看了一眼 摇头说 你现在叫不醒他 他的魂魄被什么东西 封在了泥丸宫里 现在整个人都处于无主状态 看我的 说着 南宫飞燕上前对准柯昆诚的额头 啪地拍了一张 就见柯昆诚 猛然浑身一抖 眼中似乎刹那清明 但又随即转为迷茫 呆呆地发愣 南宫飞燕有点奇怪 诶 我居然没能破开他的泥丸宫 好厉害 我有些不解 便问他 这魂魄被封泥丸宫是怎么回事 南宫飞燕给我解释到 人的魂魄分魂和魄两个部分 魂主精神 魄主身形 三魂七魄分散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各自其直 无论少了哪个都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而此时柯昆诚的三魂七魄已经被封在了头顶泥丸宫内 这样他的精神和身体就不受他的控制了 他怎么可能会回答你的问题呢 我有点明白了 不过还是有点疑惑 如果他自己的魂魄被封 那么地狱恶鬼哪去了 刚才解释的一击脚把柯昆诚给顶出来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南宫飞燕伸手 还要向柯昆诚的头顶拍去 我阻住了他 对他说 他这么做 属于是强拆 搞不好把他打坏了 还是让我来试一试吧 南宫飞燕笑着问 问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对他微微一笑 随手从乾坤袋里取出布包 打开来 上面并排三根银针闪亮 不过我却有些犹豫了 这三根银针定魂 渡魂驱魂 我该用哪个呢 寒家祖传的三根银针 分别是定魂针 渡魂针和驱魂针 定魂针为三寸积分 镇定魂魄所用 驱魂针为两寸五分 驱离魂魂魄所用 渡魂针为三寸一分 就渡魂魄所用 看柯昆成现在的情况 定魂显然不合适 他都已经被封了 再镇定一下 那就不用出来了 驱魂也不合适 把他的魂魄赶跑了 他更醒不来了 我想来想去啊 还是得用渡魂针 因为这渡魂实际上 也有隐魂的作用 就像上次 我用渡魂针把蓝灵 引到针内一样 于是我仍然取出了渡魂针 用目光询问南宫飞燕 我该往哪扎 南宫飞燕冰雪聪明 一眼看出了我的目的 指了指科昆成的头顶百会学 示意我往那里下针 原来这泥丸功上通百会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于是 年纪跟针 看准了科昆成头顶百会学 手指青年 便把那根银针刺了进去 我有点紧张 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人下针 之前根本毫无经验 顶多也就是 曾经看过爷爷下针 一葫芦画瓢而已 不过 这并不是给人看病 所以我心里倒也坦然 胆子也大了很多 因为如果看病的话 手艺不精 容易给人扎出毛病来 会惹一身的麻烦 可是科昆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就是当场把他扎成小脑瘫痪 估计也没人能找我算账吧 银针一分一分的刺入了科昆成的头顶 我也不知道那个泥王宫究竟在哪里 但就在刺入了大约两寸左右的时候 忽然从银针上传来了一丝迟滞 就好像遇到了什么阻碍 我微微一了 手指再次用力 银针却是丝毫不能刺入 感觉是遇到了一层厚厚的硬膜 我抬头看看南宫飞燕 疑惑道 好像有什么东西 阻住了银针 不会是刺到他的骨头了吧 还是那泥王宫本身就是这么硬 南宫飞燕一瞪眼 胡说 你脑袋里有骨头 再说 泥王宫在头顶向下三寸处 你那根银针 只刺入了两寸多一点 还差一截才到 至于泥王宫本身硬不硬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疑惑的再次用力 却依然如故 我正纳闷 忽然谢智在旁边一声吼叫 随即就冲了过来 冷不丁的还吓了我一跳 就见他跟个疯子似的 不管不顾的冲了过来 吓得我大喊 不要不要 但他压根就不理我 只见他低下头颅 独角前冲 扑呲一下 就刺入了柯昆城的额头 我心中已经按到 这回柯昆城是完蛋了 不料却在这时 银针下忽然有什么东西 剧烈的跳动了几下 随即一股大力传来 猛的弹开了银针 那力量从银针 直接传到我的手臂 我只觉手臂随之一震 不自禁的高高抬起 随即就无意的拔出了银针 但这银针拔出可了不得了 就见这银针下面 居然还脱带着一团 黑乎乎的雾气 吓了为跳 差点把银针脱手丢掉 那黑雾翻翻滚滚 仿佛有着什么东西 在里面不断的挣扎撕叫 蟹之再次冲了过来 独角再次刺入 电光一阵闪烁后 却如同刺入了什么食物一般 那黑雾便发出一声惨叫 带着银针扑倒在地 我被这一连串的变化弄愣了 就见谢氏瞪大了眼睛 死死的盯着那黑雾 呲牙咧嘴 独角指着黑雾 像是随时都准备冲锋死的 再看这旁边的柯坤城 却已经是渐渐的苏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 眼神中满是迷茫和惊惑 我暂时没去管那黑雾 跑到了柯坤城的面前急到 你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了 柯坤城眼珠缓缓转动 终于认出了我 却是鸡鸣鸣的打了个冷战 脱口说道 好可怕 我糊涂了 什么好可怕 我长得好可怕吗 柯坤城满脸都是恐惧 自语道 我我我 我见到了地狱 这次轮到我浑身打颤了 这句话 怎么似曾听谁说过 对了 是新雅 我忽然就想了起来 那一天我让新雅集中精神 预测一下和甜甜如今的状况 她却被遇见的场景吓坏了 醒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见到地狱了 此时此刻 柯坤城的第一句话也是这个 难道 他们真的曾去了地狱不成 但接下来 我无论是怎么询问柯坤城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就是目光呆滞 有若吃傻 口中不停地叨咕着 火火 好多的火火火 我站起身 皱了皱眉 又看了看旁边那团不断变换形状的黑雾 心里想 难道柯坤城跟那地狱恶鬼一起 下到地狱里面了 见到了地狱之火 但这有点不太可能 如果他下了地狱 那肯定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再说 他下地狱 也是他的魂魄 不可能连着肉身一起兜进去吧 柯坤城短时间 看起来是不可能回答什么问题了 我和南宫飞燕对视一眼 示意他让他守着柯坤城 别出了什么状况 然后走到谢志军旁边 我点头说道 好 非常好 这就是那个地狱恶鬼了吧 他怎么不成人形 谢志哼哼的两声 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南宫飞燕在旁边翻译 他说这是地狱恶鬼的一丝意识形态 当然没有人形了 我摸了摸鼻子 对那一团黑雾说 欢迎你来到人间 地狱恶鬼 不过 你现在是囚犯 在最最勇猛 公正的审判者 谢志军面前 希望你不要抱有 任何侥幸的心理 坦白从严 抗拒 更严 彻底交代你的犯罪事实 其实我这么说话很扯淡 不过看谢志的表情 却是很享受 也很兴奋 我只能配合他了 也难怪嘛 谢志嘛 法院门口供奉的就是他 肯定没事 就喜欢看人呢 开个庭 判个绝啥的 这回轮到他自己了 自然也是高兴 呲牙咧嘴的 瞪着那恶鬼 我的话音一录 立马那独角又逼近了几分 我也不知道 跟这个 只有部分意识形态的恶鬼 能不能成功的沟通 不过下一刻 那黑雾中 却传来了一阵 揪揪淒淒淒的声音 蒙仔细倾听 但却发现 一个字都听不懂 不过谢志 却随即瞪大了眼睛 歪着头 一副认真的表情 就像是在听取罪犯 供述的样子 南宫飞燕也严肃起来 在旁边静静的听着 我不由大为惊讶 看不出来 他还会好几门外语呢 果然不愧是老师啊 片刻之后 那黑雾中便不再发出声音 似乎像是交代完了 谢志眯了眯眼睛 独角上忽然电光闪烁 瞬间就刺入了黑雾之中 只听一声短促淒厉的惨叫 那黑雾便急剧收缩 嗖的一下 进入了谢志的独角之中 只见那独角上电芒乱窜 琵琶作响 片刻后 才渐渐的恢复正常 我想要阻止 却已经来不及了 谢志下手简直太快了 这一幕看得我是心惊动魄 南宫飞燕也拍手道 谢志神兽果然好厉害 那第一恶鬼被他净化了 净化了 那是什么意思 魂飞魄散 我不解的问道 不 魂飞魄散的意思 只是一种物质形态的转换 由原本凝结的魂魄 变成飞散的尘埃 飘散到四面八方 虽然再也没了自己的意识 实际上还是有碎片存在的 但净化了就是彻底的不存在了 真正的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连带着所有的恶业和业力都消失了 差不多就相当于魂飞魄散的更高级别含义吧 也可以叫做神魂俱灭 我不自禁的对他伸出了大拇指 不愧是老师 不但会好几门外语 名词解释也是这么的清晰明明 我一下子就听懂了 但是这个恶鬼神魂俱灭了 柯昆诚怎么办呢 何田田怎么办 我疑惑的对他提出了这些问题 南宫飞燕说 那恶鬼刚才已经交代出了一切 我们也不是在废 Yay 我疑惑的事情 我疑惑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在废戟里 我们也不会闭着 我疑惑的事情 我疑惑的事情 我们是不会闭着 我们的记忆